台北數位藝術節 我們的台北數位藝術節 從2006年舉辦到現在已經第九屆了 真的很混亂名義 但這邊真的要謝謝黃師兄長 我們每年對於數位藝術節的內容 都不斷地去突破跟創新 我覺得在數位藝術節 我們想要來辦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很多的 一個PV的獎項 我們有很多創作的獎項 同時比如在2007年 我們還有藝術節 我們在2010年 2010年還增加了一個 跨界的數位表演藝術獎 那今年當天我們這個CINA跟我講說 還有今年更增加了一個 魔幻動脈獎 剛大家畫面上看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個精彩 那我想台北市政府這樣子 除了一個孤立書籍的展覽 跟眼珠以外 對於這樣的一個創作的獎項 我們一直在做 我想這也是代表台北市政府 對於我們四群藝術創作人才的 一個名誉跟重視 那當然這邊也還要很謝謝 很多很多單位一起來努力 那其實要跟各位報告我們今年 這個特別樹立書籍的一個 我們社產主題 平坑時代 那今年的這個內容 也特別特別特別 除了這個國藝術開展題 除了這個國藝術展 我們國藝術展 有外 OK嗎 可以嗎 滿大 謝謝 好 我想今天 特別就是我們的 世衛藝術節的非常非常地 增幅 比往一個增幅 那很重要就是我們的國藝術家 以及我們台灣 我們自己很多年輕的藝術家的作品 非常好 那一方面可以透過國藝術展 來瞭解國藝術展的 多方面的一個 我們的發展的趨勢 另外一方面 可以瞭解我們台灣年輕藝術家 透露的能量 你覺得是不是 那今年 數位藝術節已經第19屆 那數位藝術節 就是台灣最重要的一個 跟數位藝術相關的一個平台 那它幾乎是台灣整個數位生活的整個光圖 從最普大眾到最精緻的藝術 最好的一個展示平台 那這個平台 在經過9年以後 逐漸受到科技的重視 那我們一直都以來 都是由一群優秀的策展人 來共同策劃 每年的最新的一個國際的衣服上的群聖 今年我們數位藝術節的主題是 比特首代 那我代表的是 這個策展的團是由 吳浩、志勇以及 同學教師 還有我們 是由今年共同體的這個展示平台 然後 今年 今年有認為 重要的一個議題 對我們來講 對台灣來講 是坑 呃 或許大家會覺得很訝異 到底坑是什麼 那其實 如果大家 呃 有接觸一點 其實科學的相關領域的話 當然會稍微有一點認識 就是坑其實在第一個意義上 它是一個企劃的專案 所以 呃 資訊科學學的朋友常會說 我們去瓦科 我們創科 我們跳科 這 這是我們 今年 為什麼選坑 作為我們的總線的 一個重要理由 那除了坑 還有另外一個 重要的一個意涵 就是 生態系 那 生態系其實是網路化時代 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也就是 你必須要知道 你跟誰連結 你跟 系統 或是說 元素跟元素節 到底是 連結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 你的界線在哪裡 你要怎麼樣 跟別人 一起 做一個專案 做一個計劃 那 今年的作為藝術節 以科 作為主題 一方面 強調專案 一方面 強調生態系 那我們把 概念 合成一個概念 然後邀請 呃 五組 呃 呃 非常有趣的 國際藝術家 來參與我們的盛會 然後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呃 我們 許多的藝術界的 像 我們也有非常優秀的 一堆台灣藝術家 呃 動畫家 來參與我們這個 數位藝術界的活動 化理與化界活動的時代 那剛剛 那個王老師提到那個 呃 平坑 就是說其實 現在的時代 裡面有一些是一個趣事 就是 維護園網 穿戴時裝機 維護園網其實就是 很多物件 過去沒有園網能力的 因為電子 資訊工具 科技的承受 都可以園網 然後 這邊能夠穿戴在身上 所以我們可以 戴眼鏡 可以享受到 那麼多的 這個 更新的應用 那所以 特別今天 我們是會 其實 往進那邊 很多跟他的 藝術中心 還有區域 還有更多的 這些 新發展 還有一些 穿戴式相關的 這個 運用服務的 這個平台 還有像剛剛 這個 提議所提到的 這個 一些 硬件的 電視最新的技術 能夠應用 那我們希望 透過 這個 我們能夠把這些 這些新的資訊跟工具的科技 能夠帶到 這個 最新的這個 藝術 還有這個 講師 這個場合 因為藝術跟講師 其實是最 最有前衛 最有品味 他們 自己能夠 去在第一個 時間面 把最新的 科技 能夠運用 然後帶你使用整個 不同的觀感 跟一個不同的 充間 跟一個不同的時間 要深入 看 的 就是 結構 就是 一些 接近 可能 因為 在 能夠 我們 看 我們 看 我們 以此 我們 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